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们开学啦! 大家好,我是大海老师 我是佳佳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 为了让我们的各位同学在咱们朋友当中提到良好的听课和学习效果 那在这里呢,首先大海老师还有佳佳老师 让同学们说几点小小的注意事件 那第一个,那就是我们要做好预训 所谓的预训呢,就是在每节课下课之前一定要提前下载讲运 做到心中有数 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中间的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学习用具都准备齐全 而且该暂停的时候一定要暂停 那接下来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那就是我们的中场休息啦 说到了休息,可能也是同学们非常喜欢的啦 休息的时候要暂停休息一下眼睛 不要像大海老师和佳佳老师一样都戴上小眼镜啦 那第四个我们要做到的,那就是我们的习题练习 嗯,我们会有配套的习题,以及专属的Q群答疑 而这个Q群藏在哪呢?号码藏在哪?等着你来发现 那最后一个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的,那就是我们的讲词 嗯,我们每一节课后都会有一个重点习题 而这个重点的例题就是让你讲给爸爸妈妈来听的 你真的把爸爸妈妈讲明白了,才说明你真的掌握了 好了,那各位同学,咱们的小的五点注意事项就说到这里了 嗯,那下面我们要开始 上课啦 前面那个人,站住,举起手来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大海老师 很高兴跟我们的各位同学又在课程里见面了 那可能有的同学会有点疑惑 大海老师,咱们今天是来学课吗? 还是咱们来看警匪剧了呢? 就是啊,这怎么看了课程短片之后 感觉跟课程里的标题不太一样啊 明明咱们今天要学的不是这个东东吗? 这不是属于动物界里的事吗? 那怎么怎么开头变成了警匪剧侦探剧了呢? 穿材了 穿材了是吗? 好吧,那各位同学,材肯定是没有穿的 那么到底咱们今天又要讲什么东西 怎么还会演上警匪剧了呢? 那先容大海老师啊,卖个小小的关子 只要你跟着大海老师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课程 你就能够明白了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的这一下 基础同龙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问题了 到底有多老呢? 这个话说啊,在隆隆而够的时候 对吧? 好吧,这个同学们就不要太过于纠结 大海老师的英语了,对吧? 也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多久以前呢?大约在1500年前的时候 在中国古代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孙子算经》当中 就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基兔同龙问题 那是不是非常早啊?黑板上给出的 这就是我们临摹下来的或者照下来的一张 这个《孙子算经》的一页 那么在《孙子算经》当中啊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来记载的 说金有智兔同龙 这里面的智呢,指的就是那个鸡 对吧?就是野鸡 上有35头 下有94足 问智兔各几何 那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黑板给的这小幅画 就是一个笼子里面 关着一堆鸡和兔子 对吧?让我们求各有几个 当然了,那也不去纠结现实生活当中 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关在一起 对吧? 那么打这四句话呢? 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 它的意思就是 有若干只鸡和兔子 关在了同一个笼子里 那么从上面数呢 有35个头 从下面数呢 有94只小 问笼子当中啊 鸡和兔各有几只 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 基督同龙这个问题的由来了 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要来解决的 就是类似于这种类型的问题 到底它应该如何来做呢? 那么接下来就请各位同学 跟随大老师 来注意到今天的题目部分吧 基督同龙这个非常古老的问题 为什么直到现在 我们仍然会在数学课程里面来研究它 那当然它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 基督同龙这个问题的独到之处 就在于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 不同的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或者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就会创造出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解法 那么今天呢大海老师 会跟同学们一起 以这道题目为蓝本 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基督同龙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常规的或者是非常有趣的解法 那么在这里大海老师今天给同学们 就精心选择了其中的五种解法 在这五种解法当中 即包含了孙子钻经所给出的标准解法 同时也会有一个解法 跟我们今天的课前短片有一定的关联了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先看一下第一种解法 那么这种解法呢相对来讲 当这个数量比较小的时候是可行的 而当数量比较大的时候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复杂 而这个解法呢更多的时候 是在我们中低年级 尤其在二年级的时候 或者三年级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解决很多类型的用题的时候 会常用到的 那就是画图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咱们看好的用题呢是用文字叙述的 它没有画面感 对不对 就是一排文字告诉你 有鸡有兔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为了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形象直观 异于理解 所以我们再来解决很多用题的时候 都会习惯画一些图 比如说像核插杯问题 我们就会画什么呀 现站图 是不是就会画现站图 那当然了像这道小题 或者像这道问题来讲 一样我们通过画图也能解决 只不过像这道题 从上面数有35个头 那也就意味着如果我要画的话 就得画35个头 对不对 那可能比如说像我们配版这样 我可能先画一堆小鸡 后面可能再画一堆兔子 然后再想 几个鸡几个兔子一配合 然后能够有94只脚呢 如果说咱们说就只关了6个头 然后十几只脚 这个我们画的图好像还是可以的 再加上这个35个头 94只脚 这个我估计光画图觉得怎么样啊 是不是就得画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自然画图这样的方式 虽然很形象直观 但是极限性是不是也是蛮强的 像在镜头当中 如果我的数量较小 可能画图还是OK的 但如果数值较大 那自然画图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不是非常的合适了 所以呢 第一个方法 咱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要来介绍的 当然就是专门针对像这种相对数值较大的时候 那么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简便方法 可以来解决它呢 那接下来就跟随大老师 我们来一起看第二个解法吧 那下面呢 同学们跟随老师 咱们一起来了解的就是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大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当然咱们同学可不要照着这个名字来做哦 他给他起名叫做流氓兔法 好吧 从这个名字能看得出来 这个兔子看来就怎么看了呢 嗯 就不太好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解法是这样子的 对吧 为什么叫流氓兔法呢 就是关在这个笼子里面的兔子啊 这个突然这个这个 继续在一起 删了一下之后 觉得笼子就这么大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还要再关一堆鸡 这空间是不是几件了 就比较狭窄了 对不对 后来兔子删了一下 对吧 我有四条腿 你踩两条腿 你肯定打不过我 对吧 这个兔子呢就准备去欺负鸡 打了一拓就把鸡都打伤了 结果呢 他本来以为说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将去更大的地盘了 但是不成想啊 这种恶情的事件呢 自然不可能置之不理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的黑猫警长 对吧 接到了报警之后 就呼啦呼啦 带着一群警员就来了 那同学们经常看警匪区的时候 会知道 到警察来的时候 一般会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然后做完这样的动作之后 一定要再拿个大喇叭 配一个口号 叫什么来的 嗯 把手举起来 你已经被包围了 请什么呀 把手举起来 对不对 然后什么交枪不杀等等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看到警察来的时候 流氓兔那也没有办法啊 对不对 这还是要遵纪手法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诶 这个警察过来之后 举着枪 然后说都把手举起来 通通不许动 那流氓兔就把手给举起来了 那小鸡呢 啊 就把什么举起来了呢 就把翅膀举起来了 诶 那可以重新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从下面数的话 你会发现 每一只动物 就有几只脚了呢 两只 诶 想想小鸡树把翅膀 呜 举起来了 那但是站着的还是几只脚啊 两只脚 可是兔子原来是几只脚着地的呀 四只脚 但现在对吧 做了坏事了 被警察逮住了 都要举起手来 兔子呜 就把手给举起来了 那两只前抓一抬 自然就只剩下了几只脚 在地上了呢 诶 是不是就剩下了两只脚 那也就是说 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之后 我们会发现 现在这道题目当中 我的每一只动物 相当于只有几只脚着地呢 就是两只脚 也就是我从下面数 是两只脚 那现在一共有35只动物 那自然而然 就应该有多少只脚呢 35乘2 诶 很好 那是不是就是35乘2 是不是应该有70只脚 嗯 可是原来人家题目说了 关了这么多动物 应该一共是有94只脚的 那很明显 发现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少了24只脚 嗯 那告诉我同学们 为什么会少了一些脚呢 嗯 用毛兔把手提起来 诶 诶 ok 明明原来这些兔子 是不是两只前爪也着地的 对 现在每只兔子 都把两只卡爪抬起来了 所以相当于一只兔子 是不是就少算了 两只脚 那么多少只兔子 最后才能少算24只脚呢 12只脚 诶 24除以2 是不是就是12只脚 那马上 鸡就怎么样了呀 对 是不是也就算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解法 流氓兔法 或者叫另外一块叫做 举起手来 对吧 那这个时候兔子咔 把手一举起来 相当于这时候所有的动物 都是两只脚的了 那继续解决过程也很简单了 先算一下 现在有多少只脚 跟实际情况相 跟我们题目当中所给的情况相比 少了多少只脚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兔子有12只 而我们的鸡就有23只了 那么这种方法 同学们能够明白 为什么跟咱们的片头这个警匪剧 有点关联了吧 而同时 这样的解法 是不是相当于 就把两脚的兔子 而不是 两只脚的鸡 和四脚的兔子 最终是不是都处理成了 同样一种 都是两只脚 着地了吧 好 各位同学 来继续往下 大家老师跟同学们来分享 第三种解法 这个解法呀 其实就是下一个解法的后续 那你看 这个兔子不守规矩 对不对 这个把这个鸡都给打伤了 最后引来了一堆警察 然后自己举起手来 对吧 接受一些处分 那鸡都受伤了 当然就需要怎么样啊 别去医院稍微住院治疗一下 对不对 那作为做错事的兔子 当然事后需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也需要去承认错误 所以这一堆流氓兔啊 对不对 最后就在警察的这个要求下 然后都到这个医院里去看望鸡了 那这个鸡呢 当然也要表现的很大度 对不对 说没有问题 但是咱都知道啊 鸡受伤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再靠两只脚啊 就不太容易能够这个站稳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大家想一想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到医院看病人 如果比如说他的脚受伤了 这个一只脚 咱们说站的也挺累的吧 对不对 也不能两只脚着地 这时候一般会怎么样呢 想一想 如果脚受伤 但你要行走 对不对 或者比如说不小心骨折了 你要怎么样啊 骨折拐 你打完石膏 你当然也需要骨折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的第三种解法 就叫做主拐法 那么这些鸡呢 被打伤了之后呢 每一只鸡都煮了一副拐 那么这个时候 当这些兔子再来看这些鸡 而这些鸡也都下地的时候 同学们告诉我 那此时 如果你在从下方来数 相当于每一个动物 可以看成是有几只脚的了呢 兔子是四只 兔子是不还是四只倒地 对不对 这回不用举手来了 对吧 他们已经承认错误了 但是鸡这个时候相当于 还是两只脚吗 还有俩拐 他们相当于是不还煮了俩拐 相当于是两个甲腿 帮助他们走路的吧 对不对 当然了咱们不用去纠结鸡怎么能主管 对不对 这个就属于神奇的事情 这么一切都有可能 对吧 那好了各位同学 那很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从下方来数 相当于每只动物都有几只脚了呢 四只 那这样的话 35只动物就应该是35乘以4 是不是应该是140只脚了 那很明显 又跟题目当中给的这个94只脚相比 怎么样啊 多了 多了多少只脚呢 46只 很好 是不是多了46只脚 好了 那同样的 同学们想一想 这多的脚又是搁哪多出来的呢 兔子 四只脚找地儿 没问题吧 但是基本来正常的应该是 两只脚 但现在都加了拐就变成了 四只 所以一只鸡相对就多出来了 两只脚 那自然而然想要多出46只 那你要有多少只鸡呢 23只鸡 OK 所以鸡的数量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同样兔子的数量是不是也就算出来了 好同样的解决过程也非常的简单 一共有140只脚跟题目当中给的条件相比 多了46只 所以鸡有23只 而兔子就有12只了 那么同学们 通过第二种解法和第三种解法 咱们会发现 其实这两个解法虽然有不同的故事背景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来观察和研究 你看它的处理方式 是不是还是具有蛮相似的地方 上面一种流氓兔的解法 是相当于最终把每一种动物都处理成的是 两只脚 而主拐的这个方式相当于通过这样的一个背景 使每只动物都有了 四只脚 换句话说就是方法二也好 方法三也好 是不是就是把鸡和兔子那个不同点 鸡和兔子就有哪里不同 脚 是不是脚的数量不一样 最终是不是转化成了相同的 都是一种两脚动物 或者都是四脚动物吧 那么这两种的处理方式 就代表了我们做基督同龙 这种类型的问题的时候 一个比较重要 常规的解法或者是思想 它就是我们的话规思想 把它们都转化成同样的一个量就可以了